中国全国人大会议5日在北京召开 国务院总理李强进行首次政府工作报告时表示 中国今年的经济成长目标定在5%左右 在两岸部分 他谈到坚持一中原则和九二共事 强调反台独与和平发展 由于官方取消了30年来的总理记者会 李强报告时的神情变化更受到外界关注 今年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是 国内生产种植增长5%左右 城镇新增就业1200万人以上 城镇调查失业率5%左右 居民消费价格涨幅3%左右 我们要坚持贯神新时代 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翻译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 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 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这是李强进行任内第一次政府工作报告 他照本宣科的宣读报告内容 神情变化比报告本身还要受到外界关注 因为官方取消了30年来的总理记者会 李强进行工作报告时 提及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时口气坚定 在数度提到今年最聚焦关注的经济议题时 也显得沉着自信 外界推测他是要传递强人习近平的声音 李强今年的政府报告时间大约一小时 他在会中多次强调 其核心也表示没有新的习理体制 没有一年一度的总理记者会 记者在中国采访在天考验 未来要了解中国政策的走向恐怕越来越难 中央社记者吕家荣北京报导 谢谢 谢谢 謝謝